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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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子挡不住我的热情 你懂吗 好嘞 我现在要关掉了 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了 希望这次米兰之利于 一切顺利 加油 现在已经到了机场 然后我现在 在休息室里面 长途飞行11个小时 如果一直都带着装的话 是一件非常艰难且 痛苦的事情 所以每次飞长途 我都会在上飞机前 把脏给卸了 在飞机上好好地睡一个好觉 那我现在准备卸个装 然后带着洗个头 nice ok 我现在已经 卸完装 洗了个头 然后我现在准备 回去咯 洗好了 好啊 但是现在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这个休息室啊 它并没有吹风机 我现在只有用我的体温 自然把头发给蒸干啊 用我的内功快速把它蒸干 就在刚才那个非常友善的工作人员提醒我 其实是有吹风机的 只是因为我没有看见 它就在旁边 我先把我头发吹干了 感觉心情美美大 一会儿上飞机 睡一个好觉 就到米兰了 我现在在吃早餐 吃完早餐以后本来想回去睡一觉 但他们集体阻止我不让我睡觉 所以我现在吃完早餐回去歇一会儿 换身装备 我决定可能一会儿要出去跑个步 然后他们让我去大教堂 我也拒绝了 因为我不想出门 我不想去景点玩 我想自己有一个比较舒适的一天 不去游玩 只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情 而奔跑而奔走 我现在已经在前往 在车上 在车上 在前往大教堂的路上 最终我还是来到了这个路上 我还是来了 十点看没事吧 所以现在几点 就看几眼我就回去了 现在正在前往米兰大教堂的路上 哇 这个教堂真的很壮观 就跟仇花故事里一样 哇 这是教堂的后面 然后我们到前面之后 应该会更加的好看 师傅这个叫什么广场 多么广场 这叫多么广场 OK 就看几眼我就回去了 真香 真香 这些木林上面呢 是在于就六年 还是可以好 就是他们每一个线啊 这个都会 每一个大风 到晚 发生了晚年生活的这个城市 咱们今天早上不是坐着车开进来的时候 有好多的运河现在已经填没了 就是米开朗基罗呢 晚年帮助了火罗伦萨修建了城市建设 米开朗基罗 不是那个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不是卡拉瓦桥吗 对卡拉瓦就在米兰 在米兰周边的小城 所以说达芬奇呢 就是将这些城市建设规划的相当的好 缩短了700年的建设期 所以这个教堂很规划在这里 你看一座一座尖尖聪录云飘的 有135座这样的 1400吨这样的像 然后我们的祖塔 圣墨玛丽亚的像的高是4.2米 刚才师傅说有两种方式 可以上到这个教堂的顶砖 然后一种是坐电梯 一种是爬楼梯 那作为铁血男儿 怎么可以坐电梯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决定最终要爬楼梯上去 我们不怕累不怕苦 走喽出发 我们现在已经登到这个顶端 这个这个这个教堂 真的建得非常的细致 你看每个每个这个 这个塔尖上的人物都是不一样的 OK 我现在脱离了大部队 现在单独行动了 我们现在在街边找了一个玻璃房子里面吃饭 然后吃完饭之后 我们就准备回酒店休息一下 然后依然还是想要坚持执行我们的跑步计划 然后我的计划是到酒店以后出门跑个步 今天还是要完成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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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酒店周围的一个公园里慢跑了45分钟后面就有一个公园所以说今天的计划算是圆满完成了对最后还是去慢跑了虽然拖到了相见晚上现在已经是9点钟了在一个特别美的公园里刚才跑得太入神忘记录了待会就可以去吃晚餐了 哇 警察署上 今天晚上我们就是在这个公园里跑步的人老多 搞定习俗 特别适合跑步 这里面有个天文博物馆 有一个现代艺术馆 本来接下来要去的结果被工作人员们拿去拍照了 很可惜 下次再拍照 就再去吗 我们 要不写他一块吗 我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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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上拿的玫瑰花是要送给我的吗 你要吗 我不用了谢谢 那你要拿的拍照 我只是误会 我拍摄有的 所以不是送给我的 好 准备开始拍照片了 人特别的多 感觉有点害丧呢 这次的Vlog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莫名的款 感觉昨天都是零零散散的在路 希望今天能够好一点吧 我现在 已经在前往机场的路上了 要回北京了 昨天下午参加完预览之后 到这个路是因为 我又忘记了 希望今天能够好一点吧 我又忘记了 全都忘记了 但现在想想了 要去机场的路上 先上飞机睡一觉 然后就到北京了 到了北京之后呢 是北京的早晨五点 继续开始我的工作 接下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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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准备去拍摄了 每天落地之后太累了 就忘记录了 我们到了罗马之后 坐了两个半小时的车 从罗马到佛罗莎 然后在车上我也是 看来没把脖子碎断了 然后到晚就吃了点风筛 还挺好吃 希望今天能拍摄顺利 耶 耶 耶 今天拍摄完之后先打一会儿游戏 我现在刚刚拍摄完了一部分的视频 然后跟一只虫子 互动了一下 然后非常的狂 然后我让它在我的手上爬了一下 那个触感非常的 非常刺激 喝口水牙牙筋 然后就是 对 明天还要选只虫子 要让它爬到我的脸上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但是我会迎男而上 对 这就是男人的作为 我吃了 好 工作 今天是我在佛罗伦萨的第二天 然后今天要把昨天 没有拍好的Vlog 补回来 对 加油 今天拍完之后 下午拍完之后 晚上总是去罗马 然后到罗马之后再看可不可以 出去寻找一件活动 现在到我的化妆了 整个化妆 我现在输了一个 很奇怪的发型 但这并不妨碍我吃早餐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早餐 怎么转不过去了 可以 OK 吃早餐吃早餐 吃完之后上班 OK 还挺压育 耶 这么多可以送女生的东西 然后没有女朋友 好 其实我这一叉叉就收割了 哇 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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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现在还在 无论轮散的街上走着 准备去下一个场景 看到街上那一队队的情侣 我心中无畏杂陈 在这样一个浪漫的城市 我在先行的工作 我只能沦为他们美好爱情的背景板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乌磊 我现在已经结束了在弗洛伦萨的拍摄工作 这两天拍摄非常有意思 就是在这个美丽的弗洛伦萨里面 这个城市里面游荡穿梭 然后见识到了这个城市非常美丽的风景 然后还跟我们的Andrian哥哥 一起度过了非常有意思的一天 两天 然后跟很多小虫子们 培养了非常之后的感情 他们记不住我们 但是这次也让我见识到了 其实虫子没有那么可怕 其实虫子也很可爱 然后的确让我对大自然有了新的一番认识 虽然想这话感觉有点怪怪的 我现在要去离开意大利回国 然后明天中午下午一点的飞机 然后现在从佛罗伦萨回罗马去罗马 然后在罗马住一 然后刚才跟师傅沟通了一下 师傅非常慷慨激扬的说可以带我们在罗马市中心里 非常快乐的游荡一下 几个著名景点 有那个多寿场啊 许愿池啊 虽然不知道我们来不来得及 但是最终还是决定在最后的一点闲暇时间里 把我们的Vlog充实起来 不然这次的Vlog就是一条咸鱼Vlog 对 OK就这样 车上三个小时后这边睡一下 然后听会儿歌 看看说什么的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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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